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7日 星期三 一段時間沒有 跟大家公眾見面的 國安處首任處長 蔡展鵬 出庭作弓 懷疑去年3月光顧無牌按摩院 事後一男三女 被控經營賣淫場所及無牌按摩院罪 案件昨天在東區裁判法院繼續審 控方舉證完畢 裁判官溫紹明裁定案件表面證供成立 四名被告軍決定不作供 鄧濫被告就傳召蔡展鵬 作為辯方證人 蔡展鵬公稱他曾經去過事發的按摩院四至五次 而他 從來沒有在那裏接受任何的性服務 也沒有人向他提出過 在控方培問之下 他甚至也不清楚其他顧客 所接受的方法 這節 真的要跟大家深入分析一下案情 首先 我們要跟大家說一說 昨天我們會看到 其實這位蔡展鵬 身形明顯發福很多 戴著口罩 很明顯從他的眼神 憂鬱 也看到 他是有那種 覺得他 被冤枉了 我明明也沒有叫雞 去了雞頭四五次 我明明也沒有叫過 這樣也不能夠證明我的清白嗎 好了 所以我們要從他的身體語言 以及他 好像 開始放棄自我的外表 我們覺得這次蔡sir受到很大壓力 所以我們要為他 分析一下 他現在的內心世界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緝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8月31日 記得是有 831 集會 時間是8月31日 星期三 昨晚6點至9點 地點是Parlamentsquare 即是西敏之隊出的廣場 831 除了是 台子站打死人之外 另外還有人大落閘 在2014年 當時的831就是人大落閘 所以才爆發佔領中環 希望大家到時出席 繼續說回這件案情 其實也挺奇怪的 因為昨天 不是審問他 不是說要 告蔡展鵬 他只是作為一個 辯方 辯方的證人 因為 其中一個男被告傳召他來作證 意思就是我們有警察作證的 警察光顧四五次 我們也沒有提供性服務給他 案中被告依次為理疫情 36歲按摩師 袁秋香34歲無孽 張明芳35歲按摩師 及胡炳紅61歲男 無孽 其他三個男人 應該就是那位keeper 胡炳紅 兇罪指 袁秋香 張在2020年10月28日 在灣仔莊士敦道191至193日 聖衣大廈 聖衣大樓的 WITSPA 管理上紙經營的賣淫場所 原來這個才是keeper 原來這個月秋香 好了 張 在2020年11月5日 在上紙管理賣淫場所 張明芳也是管理的 李及元 即是 李疫情 以及 袁秋香在2021年3月19日 在上紙管理賣淫場所 及沒有有效牌照的按摩院 胡炳紅被控在2020年10月28日到2021年3月19日 在上紙經營賣淫場所 即是四個都是keeper 還是分別不同時間持牌呢 因為他比人高的控罪是時間不同的 現職 警務署人士及訓練署署長的蔡展鵬 昨天下午由胡炳紅 的大律師傳召出城作供 蔡sir公斥 他在2021年3月19日曾經到訪Whisper 當警方當日到該處打擊巡查的時候 他跟一個女按摩師只是共處一室 但是他不認得地方 而他雖然去過Whisper四、五次 第一次 是在2021年 中巡 但從來都沒有在該處 接受過任何性服務 奇怪了 他在2021年3月19日被警方突擊巡查 但是第一次 是2021年中巡 奇怪了 三月中巡還是四月五月才是中巡呢 他去過四、五次 正常來說應該是再數 日子有些出入 有些證供不是很可靠 他說從來沒有接受過該處任何性服務 也從沒有任何人向他推銷過性服務 蔡sir繼續公斥 他每一次去Whisper 都是接受同一樣的服務 每次都是同一個女按摩師共處一室 每次逗留約一小時或以下 Whisper不論內部或外部都沒有任何標示透露有性服務 任何 任何摩擦性器官的服務 進入Whisper前也沒有任何基礎令他懷疑這個會提供性服務 我覺得他是在說謊的 因為 根據當時的案情說 這家Whisper 是 很明顯就是一間有特別服務的一間按摩 不是只是打的那些按摩 大家記得 逢是有哈哈笑標誌那些 就是有提供這些happy ending的性服務 被告張明方的代表大律師盤問蔡的時候 問到蔡過去到訪 Whisper 是不是由同一個女按摩師服務 還是每次都不同 蔡sir表示 他從來沒有挑選女按摩師 只每次不一樣 控方盤問他的時候 問到當日蔡 是不是以私人身份到訪 跟他職務無關 而蔡sir也對當日警方反昔情行動不知情 蔡sir同意 控方說 蔡sir當日到訪前 沒有辦法確認Whisper是不是有牌 也沒有查詢過按摩 以外任何事情 蔡sir同意 也表示不認識任何管理人或職員 控方說 蔡sir對於Whisper的觀察 只限於他的公開場所 並不知識其他按摩師對他人提供的服務 蔡sir同意是不知情的 在蔡sir作弓完畢之後 控告雙方也已經完成了全照證人 裁判官眼後到9月23日到時爭取結案 這件事我們其實真的要用很多角度去分析 首先 我們會看到蔡sir 很明顯他是在放棄自我 整個人 很瘋狂 雖然現在你 沒有辦法早養一哥而已 你也不用放任自己 整個肚子越來越大 整個眼神 從他的身體語言 你看到蔡sir 是受到很大打擊之後 現在你覺得很可憐 究竟是誰在弄我呢 誰在弄我 在我 打骨的時候 就告我一動呢 是不是有人設計陷害呢 是不是 警察打骨也不是只有我一個 為甚麼人沒有事只有我有事呢 蔡sir 當時被以為是警隊明日之星 很大機會就做警察的一哥 這次 被人陷害了 這次被人陷害了 至於 他去一間 人所共知的提供這間有嘻嘻笑標似的 一間按摩店的時候 他竟然 沒有接受過任何性服務 這件事 肯定是令人懷疑的 那麼 其實 全香港沒有人相信蔡sir 是沒有任何的事情 只是當時可能還沒有做 因為如果正常來說 打骨 到了後來才會的 人稱Happy Ending 最後跟他打完才會有這些事情 才會提供一些服務給他的 所以 肯定警察到的時候 他可能還是在打骨的過程 所以就沒有了 現在 其實他 說甚麼也沒有人相信 首先 你作為一個 那麼高層的警務人員 你竟然說的那麼高級 其實也是低級謊話 去一間色情按摩院 那間按摩院還被人控告 控告他們是賣淫的 你去四、五次 竟然還沒有發生任何的 性服務 其實就是騙人的 每個人都知道你在說謊 這次 他出庭 繼續作弓繼續給假口供 這次 這些事情其實很難抓他的 除非到時真的有露警帶出來 到時就斷正了 照樣是不會的 除非 警察內部 有人要 主死蔡sir 現在他已經做不到一哥了 但是 因為他現在調去做甚麼人事和訓練署 其實是沒有機會 再升上來 即是沒有機會 競爭一哥了 所以 真的有人陷害他的話 那個人已經成功了 這次蔡sir出來 我們看到他 滄桑的眼神 放棄自我的體態 他完完全全 是盼屁 其實 會使得 親者痛 仇者快 想弄死他的人 睡著覺也笑醒 我們其實只是想分析這件事 因為對於他的口供 我們是表示質疑的 而且 我看到網上有些評論 你去喊一鮑魚 如果 一餐不吃鮑魚 兩餐不吃鮑魚 光顫四五次 其實沒有人會採訪你 基本上沒有人會招呼你 因為你去喊一鮑魚吃 是吃鮑魚 你如果餐餐過去 吃青菜 沒有人會採訪你 你應該不是客人 去一間 誰都知道有色情服務的 以越南人 為招來的 一間色情按摩院 竟然說 甚麼都沒有發生過 是清白的 心照當人是傻的 所以 沒辦法了 你也是回不了身的 不過 看他的樣子 他也知道自己回不了身 所以就把他撞出來 所以就把他撞出來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